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次在回向一切眾生 以前那個隨文帝 他有用這個方式來治國 隨代之前是未進南北朝 南北朝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有一個制度叫義義 義是一個口再一個八 第二個義是義義的義 義人的義 他們用這個就是說 一開始都是用來救濟 像這種團體 是佛教團體 一開始就是地方 然後到最後邊因為戰亂 國家不可靠 所以他們就依附好主 地方好主 那後來到隨代更厲害 就直接怎樣 皇帝 從皇帝變成一個國家型的這個義義 他只要這個一半這個法會 或辦什麼的 所有的州限都配 30週一起辦 跟中央一起辦 然後辦的時候 最後不是要回向 他們都是中央派法師去 所以你看印度佛教史 跟中國佛教最大的不同 就是中國佛教史真的是就是 這個國家政治 然後凌駕佛教 但是在印度就不一樣 印度的話 他沒有凌駕 所以到中國的時候 才會有那個沙門不禁王者論 一開始的時候就為這個再爭論 那後來就是還是要禮拜 所以他們同時在辦的這個法會之後 然後這個所有法師最後帶回向的時候 也是這個隨文帝 然後就辦這個法會 祈求 先結果他周邊的人開始 他的父母兄弟 妃子什麼什麼的 然後再到一切眾生 都能夠揭功成不知道類似這樣 但是最後他有帶到說 所有人都發誓要什麼 就是效忠隨朝帝國 這樣 所以最後兩句是要宣誓效忠 所以這個都有被一些這個 研究佛教的這些歷史學家發現 就是在中國你會發現很明顯的痕跡 就是政治凌駕 或者是他們常常用 你常常看到就是利用 利用佛教 那我常常講說 其實佛教也有利用政治 你沒有利用的話 你無法傳教 因為開始傳教是一個 完全這個異類的這個宗教 所以知道 規定南北朝那個時候 北朝的都是一些胡人對不對 那國王都是 帝主帝王都是那些胡人 要統治 他們都用這個儒家的這些 那些這個漢臣來幫忙治理國家 那些漢臣都會建議這個 說是建議其實都是有一點那個 要他用就是儒家治國 對啊但是那個胡人的帝王他就不願意啊 因為他有那個內心有那個自卑跟你知道 無法去這個超越的那一點 所以他就直接 像這些死虎死樂那些都直接拒絕 他說我是西方來 因為你們都叫胡怡嘛 那個都是貶低的話 他說我是西方來的 阿佛也是西方來的 所以我拜他沒有什麼不對 這樣他就用這個方式 就拒絕這些這個漢臣 或是這些這個儒家的這些世代夫 就說他不要用儒家都是用佛教 用佛教 所以那個階段這個南北朝 他們那個時候其實是為隋唐的時候 佛教整個興盛起來奠基 奠基啊 那這從南北朝開始 國家開始用佛教的方式治國的時候 後面北梁開始用 然後北魏他也就延續他們那樣的治國的這個模式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很多這個佛教跟這個政治之間的互動 所以要傳進來的時候 因為國情不同 所以的確是在中國就是要靠這個由上到下 你才有辦法去這個在這邊弘法 所以其實那些祖師大德進來的時候 我也是看準的這一點 所以你要說利用就是要說彼此利用 也不能講說每次你看那些中國佛教史都形容的好像 就是這些帝王啊 都利用佛教 然後好像佛教是就是被利用這樣 但是你站在一個這個宗教師部教立場 其實也反過來 其實就是互相雙贏啊 這樣講好了 不然你也很難傳 對啊 所以那麼你看在孫吳那個時候不是那個什麼 誰進來 支樓家乘還是誰進來 就被通報啊 從這個縣市一直通報到孫吳那邊說 最近有一個穿著奇奇怪怪的衣服的法師進來 這樣要對他注意 好像中情局有沒有 管控他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對這個外來的這些這個宗教 或人事物都很提防啊 所以在中國就是有民族性嘛 所以他們就是必須這樣子的方式 佛教才有辦法扎根啊 所以到最後甚至到唐朝變成有內道場 就是皇家的道場 這樣子的出現 所以你看這些祖師大德 那個聽過最好玩就是 全帳大師很忙對不對 他是忙的翻譯 但是只要這個皇帝 就是請他進去獎金給他聽 他還是要去啊 他還是要從那個 你們如果有做過學術工作你就知道 你要從那個當中抽離其實是 這是中斷 整個思緒要中斷的意思 但是他還是要去 因為他不去的話啊 就是恐怕會影響到他疫情的事業 所以都是站在整個為整個佛教 能夠這個在中國扎根 在做考量 所以都必須要去就 不要講去就啦 互相成就啦 這樣講 對 對對對對對 好啊 所以我們回來 等一下那個一切原品 下一品 很多 這個為世 有一些為世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先講 一部論好 短短的只有三頁而已 真帝大師翻譯 真帝大師也是不簡單的 他的這個 他是很少少數是從海陸 他到中國了 真帝大師就是從海陸來的 他從登陸開始到他離開都戰亂不停 所以你看以前他們要這個弘法部 叫翻譯很不容易啊 所以他沒有很多時間 他的翻譯都是他 就是用他的意思講的 就是他不是像 尋常大師那樣有這麼嚴謹的翻譯的原則幾條 這樣不是 他就是邊講邊譯 不要說今天我們來講什麼 他就邊講 講經的方式翻譯 怎樣 等於就是他的意思 他的詮釋 這是真帝大師他的特色 那他的這個維世學被學者都定義他是這個舊維世 舊維世的思想 那尋常大師他們是這個新維世 所以你等一下一開頭 你就會看得出來他們中間的之間的不一樣 講了有講啊 都有講啊 都有講啊 只是他們 比方說像這個阿陀那世 他們舊維世比較偏向 傾向他是第七世 嗯 但是新維世就很明確 新維世家就很明確說他是第八世 為什麼 因為那個解身秘境他本身在解釋上就有 就有模擬兩可就是那個曖昧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這一頂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承接這個世青吳卓 真帝大師 那 這個誰 尋常大師他們就是護法這一系 就不太一樣 這樣 好 真帝 真帝 真假的真 帝的帝 四聖帝的帝 真帝 對 會會會會 就等一下請淑芬幫忙印 如果沒有我們先 因為只是有一行要先引用 那但是我們整個會把它 爬出過 對 對 因為在 就我們講說 性相 但是你在學到很多相中的時候 你真的需要借助一些維世的理論 才有辦法把就是 相中然後有法把它講得比較詳細 邏輯合理一點 所以你看像中立大師 他也是有用維世在做解釋啊 嘿 因為用維世來做解釋是 他是能夠提供我們講的很強大武器的 一個宗派啊這樣講好了 所以他雖然在這個虧跡之後就沒落 因為太難了 太繁複了 沒落但是就是 現在你看當代他又有錢 因為在學術界裡面啊 又都在研究維世 那他也提供一個 可以做當代詮釋的一個資源啊 當代詮釋就是 心理學層面啊 邏輯層面啊 是一個蠻豐富的資源啊 那不過因為他為什麼會 沒落就是他很難普及嘛 所以你看現在這些東西也是在學界裡 心奇而已啊 對太繁瑣了 就是相較之下 一般的民眾他們可能比較有這個信仰上的需求 但是維世他比較難滿足這一塊 但是很詭異的是你看像 玄奘大師跟奎基 他們其實都是彌勒淨土系的 所以他們信他們在研究上面 或是在他們的住宿上面 都是專注在維世法相這一塊 但是他們的信仰是彌勒 就是彌勒信仰 因為這個 群眾大師去 這個印度那時候 他 戒賢還是誰 他們就彌勒信仰 那他那個時候就有 這樣子的這個信仰方式 然後回來他也是做這樣子的信仰 那奎基就繼承他 那彌勒信仰就是分成兩種 一個是上身一種是下身 那這個奎基大師他有 那時候他們就是開始比較 因為彌勒也是淨土法門 所以他們就會比較說 到底是彌勒淨土 還是西方別的世界比較好 都是淨土兩個淨土 一個是彌勒也是彌陀 那個時候在這個唐代中堂 或者是晚堂的時候 他們就是在論辯這個 那這個奎基大師是站在這個 彌勒淨土 他覺得比較容易去 我們今天 我忘記拿那篇論文給大家看 他那邊有引這個奎基大師他的這個論書 我們下禮拜再給大家看好了 對他有一個論點就是說 他比較近 然後這個 那個什麼西方極樂世界要三地以上 舊意 舊的翻譯是十地 才能去 那心意的經典是說三地菩薩 可以去 然後他就說無論如何 就還是彌勒比較近嘛 彌勒內約比較近 這樣子 他裡面 那時候在有篇論文 我這次沒有 下禮拜再給大家看 在探討這個 彌勒信仰對於唐朝各個宗派的影響 他就是所有宗派都探討過 法相中當然是最影響最大的嘛 然後天台啊 禪宗啊 所以他都一一去做一個疏離 密宗也有啦 密宗比較沒有文献依據說 彌勒信仰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然後他裡面有講這個故事還蠻有趣的 就是誰 世親 世親菩薩他也是要 這個也是彌勒信仰 其實他在世的時候 就常常去多出來一天去請教 這個 彌勒菩薩問題嘛 對不對 都是他看不懂的時候 就是要到多出來一天去請示彌勒菩薩 就是到底這裡怎麼解 這樣解對不對這樣子 所以他也是這個上身 上身的信仰 彌勒上身信仰 然後他們那時候幾個修行者 還有另外一個跟他 他們就所有彌勒信仰的人 就約定好說 以後啊誰往生之後 只要去到有去到這個彌勒淨土 要回來跟大家報告 說有去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世親菩薩跟另外一個 我們講A好了 他們就都往生了 但是他們就等人等了三個禮拜都沒有人回來 跟他們回報說到底有沒有去成這樣子 然後到第三個禮拜的時候 就有一個天人就下來了 就是發光然後下來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叫做廣慧 廣慧是彌勒菩薩幫他取的 其實就是世親菩薩 他取到那邊的名字叫做廣慧 那他就說他是廣慧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已經上身到這個彌勒淨土 那別人就問他說那個A呢 就是他們約定好一起去對不對 他說我上次有去巡遊 都是都在鬥帥天嗎 他在內院他在外院 巡遊的時候看到這個A 這個A在世的時候很精進喔 很精進但是他說他看到他就是在 這個玉劫天就是鬥帥天外院裡面享樂 他忘記了他忘記要繼續修行的這個 對他說他看到他在外院遊樂 對他說他看到他在外院遊樂 對然後已經忘記他就是要修行的那個 那個意願這樣子 所以就很符合人性 然後那個裡面一些故事還滿有趣的 然後你會看到那個就是晚唐的這些 這個各個宗派 西方淨土淨土中跟這個法相中 互相公結 互相公結 因為法相中是倡導 彌勒淨土 他們是彌陀淨土 互相公結這樣子 那每個兩個都說的很有道理 就是說他們的淨土比較殊聖 其實就看個人醫院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嗎 對不對 你們有想去哪裡嗎 想去什麼淨土 嗯 因為我看那個 那你 對 你是說像淨土法門他們的修法就很明確嗎 對不對 那那個彌勒淨土的這個方法比較 就不那麼明確 但是我那天爬書那個論文看下來啦 他們就是誦經 靠誦經的方式 對啊 所以其實差不多嘛 他是沒講啊 對啊 啊所以這個 感覺起來 畢竟他已經沒落這麼久了 就是彌勒淨土這個法門 其實已經沒落很久了 因為這個淨土法門太強勢 去哪裡 哦真的啊 嗯 沒有關係去哪裡都好啊 去哪裡都好 是IRK 從第八行開始好了 從那個佛觀問約 問約那邊開始 佛觀前人柔軟心等 未說四弟 所以這個 佛為眾生說法 你要先觀眾生的心性 那通常這個柔軟心的時候說四弟 不但說滅 但是他這邊的這個 柔軟心指的是 這個信心或者是 智 或是慧 還不夠那麼的堅定 所以這邊是 這邊的柔軟心不是我們一般講的 就是菩薩的那種柔軟心 就是比較 雀弱 的眾生 比較雀弱的眾生先說四弟 不只說滅 大約 因為 一般的 的 這個 一般遇界的眾生都是比較 心智上是比較 雀弱一點的啦 就是要 修行成就 對於修行成就 比較 沒有把握信心不夠 沒有把握是大家都沒把握對不對 但是你要有信心 往對的方向前進 所以 之前 跟一個這個 也是 博士 聊天 他就研究淨土法門 然後說對呀 淨土法門也是這樣 就是 各個 有信心 人人沒把握 類似這樣 沒把握沒關係 大家都沒把握 但是要有 這個信心 答曰 此中有這個 順道行 何者以無常想 無偶想 聚足固 得此苦觀 以其 進道 所以這個四弟呢 這個苦疾滅道呢 因為怎樣 這個進道 事故 何說 直接說苦疾滅道 每個人的這個 根 根氣不一樣 如果呢 他是可以 無常想跟無我想 都可以聚足的話 就以苦觀 進道 為什麼進道 因為苦觀是關 這個無我 這個無常是關 諸行 所以 等一下 下一瓶會講得很清楚 事故何說 我們現在這邊 這邊帶到 他 下一瓶還下下一瓶 他會去解釋 這個無我想跟這個 無常想 為什麼是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等一下他會解釋 而且解釋的 蠻詳細的 好 那問曰 若得道時 斷生見者 何故付說 戒取一夜 好 我們之前有講到這個 見道位 見道位 陳時論是 見道位之後 才怎樣 得道 他這邊的得道是指 這個 得什麼道 得虛頭凡國 所以我們上次有講過 說一切有不 見道位是什麼 第16星 的時候得虛頭凡國 但是陳時論呢 是第16星的時候還是虛頭凡象 下一剎爐的時候怎樣 才正得虛頭凡國 所以他這邊的這個得道指的是 這個得虛頭凡國 那我們上次講過得虛頭凡國的時候 你就怎樣 有斷 三種煩惱嘛 一個是生見 一個是戒取 兼一個是疑 對不對 齁 那 這個 就說斷生見應該就怎樣 OK啊 幹嘛還加一個這個戒取跟疑 因為生見就是我見嘛 那他的意思說如果已經斷我見了幹嘛還要再斷戒取戒跟疑呢 他說回答是答曰行者得到限見諸法解空我 這邊的限見你如果看一些人解釋限量限見 就是指經驗性的 經驗性的但是這邊就是當然你實證也是一種什麼經驗是一種體驗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限見是親身體驗到諸法解空無我 然後呢那個時候呢極不負疑 所以你親自去體證到 你就不會產生 疑惑了 對於 這個諸法解空無我這件事情 不會再起疑 那不同凡夫文斯等官 凡夫是靠文斯跟官 文斯什麼 諸法解空無我 官什麼 諸法解空無我 那行者得到的時候是限證 所以他是不同於凡夫的 所以得到的時候就是代表他入聖流 意思就是虛託反國 若見道地 則之為此一時 更無於道 好 所以這個 就是正見 諸法解空無我 然後呢也正見什麼道地 虎極 滅 道 那間見道地的時候呢 這個他透過這樣子的這個 修法的過程 他就知道怎樣 這個道地是唯一可以怎樣 達到這個目的的 真實的道路 只有道地沒有其他余道 所以才不會借 借取戒 借盡取戒 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用 用這邊來講說其實呢 事故說三 所以他三個還是 他其實是 同意這個問的人講的 的確你斷了身見之後 憲見諸法解空無我的時候 這個 你就可以 然後見道道地 那因為呢你信任這個 只有這個道地沒有遇到 你就不會有借信取戒嘛 對不對借信取戒是取外道戒 那也不會產生疑惑 但是在向上他還是把它分成三個 就雖然是斷身見 這兩個也斷 但是發生畢竟這個現象上還是不一樣嘛 這樣理解嗎 事故說三 所以 這個三個還是都把它講出來 就是說得到虛脫還果的時候是斷身見 斷借信取戒 斷疑 這三個都斷 而且他還幫你解釋為什麼 這個斷身見 也可以解決這個 借信取戒的這個問題 還有疑的問題 這樣 可以嗎 理解嗎 嗯 一樣啊 五個嗎 還有斜借嗎 對 對還有邊界啊 他他可以 這個 沒有沒有 上次 樹芳有 你那時候還沒交入群組他已經有找了 就是 這個 因為這個 斜借是從儀來的 所以這個斜借可以歸到儀 其實是一樣就是三個跟五個是一樣的 這樣子 就是斷尖絲貨嘛 就是 虛脫黃果斷尖絲貨 其實他這個五個都斷 但是一般為什麼只講三個 其實阿涵經有解釋 阿涵經裡面有解釋 為什麼那邊說三那邊說五 然後他有解釋 就是 喔 對沒關係 因為他那時候他也是引這個據舍論喔 還有阿涵經 阿涵經是 舉出個問題啦 為什麼有的地方說三有的地方說五 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 問曰若得到時見地所斷 煩惱禁 何故但說三節禁也 打曰 一切煩惱皆以身見為本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其實你講斷身見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因為一切煩惱皆以身見為本嘛 那他已經斷了身見了 好 雖然是這樣 如佛問比丘 人以何事 何事因何事 人以何事 因何事 見何事 故身如是見 就是 這些生見 是怎麼產生的呢 唯有此生死則斷滅 如是等一切見 比丘白佛 就是人是怎麼樣能夠見一切法 見我然後見一切法的呢 那 這是佛問比丘啦 那比丘就回答說 佛為法王 為願解說 佛言呢 人呢 以色 因色 見色 是我 我 變成佛陀自問自答啦 因為他問比丘嘛 那 比丘反而請他回答 上面不是問題是 人以何事 因何事 見何事 故身如是見 好 那佛陀就回答說呢 以色 因色 見色 是我 顧其此見 下禮拜我們會介紹這個 這裡面 光這三個色其實就不一樣了 色 第一個色就是色法 第二個色是色因 第三個色是什麼 色受因 或色取因 下禮拜我們會講 好 你先你先記下來就好了 這三個 因是不一樣的 這三個色是不一樣的 乃至 是意如是 就是 見色受 想行事 這個是我 當之呢 因見我故 生諸煩惱 因為呢 看到有一個我的存在呢 因為有一個我的存在 所以產生所有的煩惱 所以則何 若有 生見 則為此我 若常 無常 若定見常 則是常見 所以因為有這個生見 你就會產生什麼 邊見 因為有一個我嘛 以這個我為中心的話 你就會怎樣 產生 這個 惡元的分別 你會產生這個我呢 是常 還是無常 這就是 一種邊見嘛 好 所以 一切的煩惱 都是因為生見 開始的 所以因為有這個生見 產生 這個我是常 還是無常的 這個 問題 那定見無常呢 則是斷見 若定見常 則是常見 對不對 那定見無常 則是什麼 斷見 為什麼 無常是斷見 你要看他前面那個字 很重要 定 變成一個絕對性的 他是絕對性的 定見無常 則是斷見 所以若我是常呢 則無夜無暴 無苦解脫 對不對 如果是常的話 就沒有什麼變化的可能性 也沒有造作這個 夜陰 我暴 苦解脫 都是怎樣 不可能的嘛 那我如果是無常的呢 亦無夜無暴 疾苦 解脫 不以修道 而得你還 因為就變成什麼 斷滅 就是你這輩子結束之後怎樣 就沒了 一切就沒了 這是那個時候他們 這個外道 佛陀那個時候就是 一些外道思想 把他截取成 常跟斷 定見無常的意思就是說 人就是這一世 死了之後就沒了 就是只有生滅 然後就沒了 所以定見無常是斷滅劍嘛 斷滅劍就是說人就是怎樣 就是死了就是一了百了 什麼都沒了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是 也是沒有 夜陰夜果啊 就是你這輩子 造作什麼事 隨著你這輩子往生之後怎樣 就沒事了 那也不會因為修道 這個 而得 泥環 因為他就無業無報嘛 因為無業無報所以怎麼會有這個 夜報 夜是因 報是果 對不對 對 那修道是因 泥環是果嘛 所以如果你無業無報的話 這兩種 不管你是 贊成常見或是贊成這個斷戒的 都是 最後的這個 總結就是他都是無因無果的 如果是無因無果 無業無報的話 他就怎樣 這個 沒有修道 而得泥環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這個你說是常的話 我是常的話 常是什麼 就是一直是這樣的樣態嘛 所以你是凡夫 你就一直是凡夫啊 這叫永恆的狀態 所以怎樣 也不可能你成就泥環 因為你常就是一直都是凡夫啊 所以無論是 常或者是這個無常斷滅見 都是不以修道而得泥環 兩個都不可能 那麼若以此見為勝 即是見取 所以他都是 這些所有的 這些這個煩惱 都是因為有我 這個身見 所以引起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講的是見取 那未能得度 即是借取 自見中 愛 他見中會 這個就是自贊回他 要注意這一點 那個 中密大師 我們最近一直在介紹他 他就是一個很爭議性的人物啦 他是非常爭議性的人物 但是也是因為他具備足夠爭議 他也是很少數 中國 古典的這些 思想家 科學家可以洪到外國去的 中密就少數之一耶 他那時候提出要合會的時候其他中 其他中派就是都 詆毀他 到後代也是罵他 說他是 他是異說 都罵他是異說 不管是禪宗的 或其他都說他是異說 因為他自己是偏何則宗嘛 你要 祝書 立作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有一個你的中心思想嘛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何則宗 他正在何則宗的立場要合會 當然你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禪宗的宗派 的門徒當然就是會 反動啊 所以到後世還在批判他 很多的這個著作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些其實都是自贊毀他 自贊毀他 所以 學佛 要注意到這一點 自贊中愛 他贊中慧 以此贊自高 即是交慢 所以 自贊中愛這個也是因為有我 才會有這個才會有自贊嘛 那有自贊接著就會有他贊 因為有自他的分別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產生交慢 所以他這一段完全都是在解釋 所有一切煩惱都是因爲什麼 升劍 就是我劍 所以 爬梳到這邊 已經爬梳到了這個有邊界 對不對 長段 的邊界 然後呢 劍激曲劍 還有呢 這個交慢 這些都是因為 這個我劍 跟升劍 而來的 所以這個我劍的升劍是 最大的 一個問題 皆以不如時之 故其此劫 其事無名 所以不如時之 怎樣 無我 對不對 事故呢 生劍斷固 劍地劫斷 然後在這邊的這個劍地 講的是什麼 劍我 或是我劍 可以嗎 所以 你升劍斷 當然就怎樣 這個劍地 就斷 劍地劍就斷 好接下來 再解釋一下 聖劍 聖劍 聖劍就是撒迦也劍 或我劍 那 一般 像虧姬大師他解釋比較廣泛的話 撒迦也劍包含我跟我所 那你要講五韻的話 是我所嗎 身體的身 所以他不只好有色 色受想形式都有啊 不是他這邊講的是生劍 生劍其實就是我劍 生喔 是五韻的意思啦 看他的脈絡 其實就是生是五韻 所以我之前講過啊 你去看一些英文的 文獻有沒有 他講這個body 他翻譯body其實是五韻啦 五韻結合 然後他用body來總稱他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後面 陳時論的地方他有時候講 生喔 那有時候地方是在講色身 但是有的地方是在講五韻 所以這邊的生劍就是撒迦也劍 只是翻譯不一樣而已 或是我劍 有啊 有啊 對啊我劍才斷啊 所以他才入勝流 跟凡夫區別 凡夫之所以是凡夫就是因為有我劍 可是這不是 這區別是在於一種 其陣上的認知 還是不愛於 這個潛詞用字就是要曉得認知還是第六事喔 他不是認知 他提任 就是他是限量症 所以他有時候你們看一些 英明的文獻 他們限量就解釋經驗 很多人以為就是現在這樣經驗叫做這個限量 但是不是限量是無分別嘛 所以他是 就是體症不是認知 認知還是第六意識 那個已經超越第六意識 的一個體驗到這個我 的 消融 但是像我的飛翔飛翔天 他這樣子雖然他是 所謂的疾風 但他其實基本上也是沒有 飛翔飛翔天喔 其實無色 無色界的定最大的問題在於 所有無色界的這個定 都貪著在定上面 然後定太多 會少 但是你要提升到空 必須要有會 要會 但是他沒有回復到會這一塊 貪著在定上 飛翔飛翔也是定很厲害呀 但是他沒有沒有回復到會 沒有去 在內叉諾去體認到 他被這個定力的這個貪著 所怎樣 當務 所以要起 要動一個念頭啊 就是要 啟用會的這個功能 不是貪著這個定 而且你要把那個貪著放下 才有辦法啟用到會 但是他們沒有去認知到自己的這個貪著 這一點 一般眾生都是這樣 都是有盲點嘛 嗯 三生劍就是 有生劍就是貪著嘛 沒有空啊 沒有空會啊 才會有生劍啊 那這個定他只是先暫時的 壓制他嘛 嗯 嗯 嗯 對啊 嗯 對啊 嗯 對 對啊 就是射受想行世 但是这个五蕴的这个世蕴就比较偏重六世 六世 所以他才能无我 到阿罗汉才能无我 因为到阿罗汉 你正在阿罗汉的时候只是降服第六世 等一下转世蕴他会讲说 其实他有几条说七世也降服了 等一下这部转世轮回提到 就是阿罗汉的时候 所以 这个为什么要文师修 就是很多时候的自我提醒 来自于这个文师的这个内容 你已经彻底内化的时候 你才有在才有办法在自己这个 被无名覆盖 贪爱也是无名阿 那个时候你有办法绝照到 绝知到 就是你现在正在被贪拙这个定所祸害 不然呢自己绝照不到 但是我之前也常讲说要入病的时候应该说入病的时候会渐渐感受到身体的效果 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绝照到 他真的很浅耶 你绝照到身体的效果还很浅 有的人就会单着在那个上面阿 所以我 所以我剑是比较 我剑是就是最 我剑是空的一部分 但是病还是病 什么叫做我剑是空的一部分 应该就是像他讲的啦 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我剑其实就是对我的直取嘛 所以要消融是对我的那个直取性 对啊 所以之前陈诗润其实有讲嘛 你要这个我剑要消融要解决他之前 你会先造见到什么 色受想行事的志向 所以你在个别观照到 哦原来我的存在是怎样 舞团运动的能量的聚集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 你在观照到五运各自的志向 那个当下是无我的 不是诚实论里面 他有提到说就是你要这个到 无我就是我剑 这个降伏我剑之前 先会去造见到五运的志向 那那个当然是镇静 那个必须要在定中啊 嗯 但是如果看到 我就知道也没有办法 对啊 所以你要学习佛法 才知道那个是什么 然后更有保证的就是说 你有善知识之意 如果没有善知识也不用怕 因为经典都有写 嗯 所以要看镜了 你没有那个资料库的时候 就会这个我之前讲 像这个道家这些老庄 或者是很多印度佛教 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外道 基本上他们都是有镇静的 但是他们的镇静 就是他们自己入定之后 入定的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的 出定之后呢 再把他语言文字讲出来 但他们讲是他们自己想的那一套 然后就变成一个宗派 一个宗教 这样 那如果你有这个佛陀的 这个正法的引导 你看过这些内容 你就知道自己那个时候 是什么状态而已 那后面还有 这样 嗯 好 而且你也不用怕 那个经典里面有讲说 你这个正道 什么境界的时候 佛菩萨就会现现 就会那个出现来指点你 或是跟你讲话 就是佛菩萨会现出来 所以很多 现在人比较谈 以前 我觉得以前的佛教行者 是比较浪漫一点 因为他们很多故事啊 像很多以前 以前过往的这些行者 他们很多都是求佛菩萨帮忙 修行上 修行上 求佛菩萨帮忙指引 资加摩尼佛难道也不是 这个 比如真正道佛来指引吗 不然他当初怎么知道要怎么修行 他就没有老师了 你知道 他们顶多就修到有顶天而已嘛 那他怎么超越的 一定是有佛菩萨来指点他的啊 所以不用担心 只要你有这个正信正念信心 佛菩萨都会帮忙 因为你求的不是不好的坏的邪的事情嘛 是好的正向的 生死解脱的事情 佛菩萨都会来成就 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佛陀他在成就的时候 第一位其实他想度的是 就是要已经教他住到有顶天那位老师 他要回去度他 他想要回去度他 他想要回去度他 但他也往生了 就缘分因缘 他的因缘就这样 所以 我们上次讲那个九魔罗什大师 他也是有念诗恩嘛 所以他想要回去度他的小圣老师啊 那也不容易啊 那小圣老师也是 对不对 肚子有东西的我干嘛 但是他就这样一个月非常有耐心的 跟他对话 对啊 对啊 一定是有这样的因缘才有办法 可能也不是说不行啦 如果他有因缘的话 像很多佛弟子也是外道来的啊 就是他们都有因缘来就是归依佛陀嘛 对啊 那就是有因缘 那个一听就马上相应了 但是你看很多像法聚经啊 或是阿含经里面很多 就是没办法相应啦 对不对 甚至佛陀要开示大法 妙法连华经的时候 现场有五百位 五百位比丘 五百个吧 五百个吧 反正就是离习了 这样 所以就是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 嘿 所以 就很多 众生就是被这个我剑 这个我慢 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有个像我在义士文 有一个信誓的 嗯 嗯 然后他常常会 他用很多信誉 然后会演讲 一个白云 那是佛教吗 对 就很奇怪 他讲的东西很像佛教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提过佛 佛教 那就不是啊 很多女佛教你要小心喔 可是这个我就是觉得 这是我的外道啊 但是他想的东西都跟佛教的内容好像喔 那个就是 力不止语啊 不分语啊 对啊 很多 对啊 很多外道都这样啊 很多外道都是这样 他要有一定程度的入定 一定也是他心不直取才有办法嘛 嘿啊 那他想这个内容也是现代人需要的 但是你要小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好像 你在一点点服毒一样 就是可能你一杯水里面 一摸的这个毒 你喝不出来 你还觉得还是水嘛 就是还是佛 好像佛教这样子 但是你喝多了 就变邪贱了 所以要小心 因为万一他讲的佛法里面 里面有稍微有一点就是 违背佛佛教义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就是鞋子简 所以 就尽量避免嘛 对啊 你想不直取 你就跟他看你的画面 我也知道啊 他是做不到啊 呵呵 但我问你 他会觉得他是不是佛教 应该都Google的到吧 他从来没有讲过 就是看他的体系 他都没有讲过 嗯 他也会讲 打开过禅 嗯 嗯 嗯 外道他们也会讲啊 对 我那时候就会讲到那些东西 外道也会讲啊 就是 基本上 外道也可以四禅八定啊 嘿 那那个方法也是 差不多是这样啊 庄子也是讲就是 要两望嘛 人我两望 你看庄子看起来 你会觉得跟佛教的 很像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会有交集的地方 我们常常讲就是说 你用交集来讲嘛 很多的宗教 对不对 跟佛教都会有个交集的地方 那个交集的地方 来自于 他们都有一定的正境 然后在诠释这个正境的时候 一定都会有某种程度 是重叠的 重复的 一样的 地方 那都正常的 但是没有重叠的地方也很多啊 他怎样讲的很吸引你是吧 但他有没有讲他的正境啊 其实时间长短不是问题啊 其实时间长短不是问题啊 你一些老练的修行者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 你入定 手练的时候 你是可以设定 入定的时间的 那个长短不是问题 就是不需要以入定的时间长来断定 是不是修得比较好 那是不一定的 所以 所以你去看 很多不是做了几百年 然后 勋章大师 那个他还没生死解脱啊 对 还没生死解脱 所以 不是要 这个 他的正量 不是用他入定的时间来断定的 嗯 嗯 你就把它当故事你也没关系 蛤 因爲那是别人的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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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样是真的 哪一样是真的 蛤 你跟我说哪一样是真的 蛤 啊 蛤 よ 你看一下 造数第六行 好 所以 这个 这部论有可能是 就是论主他在过程当中 自问自答 整部论 那也有可能是 他记录所有的问答 不过他写成一部论大部分就是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是自问自答的方式 就是问曰 若身见断 余意断者 我们讲说有这个 无见嘛 所以如果身见是头 所以身见断的话 那其他四见也断 那你又何故别说 戒取以及疑呢 答曰以其圣故 就是什么意思呢 行者献见法相 则无有疑 就是这个 身见断的话 身见断的话是 非常殊胜的 那为什么他殊胜呢 因为他献见法相 这个法相是什么 空性 空相 就不会 再产生任何的这个疑惑 此疑 以我 唯有唯无 就是他就不会再有疑了 那一般的凡夫 如果有这个疑的话 就是可能上课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 但是还是在日常生活 里面还是会有所怀疑 这个我呢是有还是无 一以此道 得清净佛 这个佛道 这个佛所提供这个方法 是不是真的能够 达到究竟的这个清净呢 所以这个 一开始呢 这个 如果你有身见的话 就会有疑 那这个疑就会疑我 然后再来呢 疑法 那我们这个 另外的说法就是有三疑嘛 就是疑字 疑法疑识啊 那他这边只有讲两个 就是 疑字 先怀疑自己 然后呢 再怀疑法 那么 另见苦地 则我见断 所以你这个 如实的体振到 这个苦地 的话 就我见会断 那一知为此一道 更无有余 那你就知道 这个佛所提供的方法 真的是可以解决 这个根本问题 凡夫的根本问题 就是我见 所以这个 只有这个方法 没有其他的 就是只有这一道 就是叫做佛道 那当然佛道他提供很多的方法 八万四千种 四千种法 看你自己 适合哪一种 事故说 断身见 明真见 苦 就是你断 什么叫真见苦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在日常生活 你讲 我好苦 我人生好苦 那个还不叫真见苦 那真见苦是你这个 断身见的时候 那样叫做真见苦 所以他是有他的判准存在的 那断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讲说好苦好苦 有些人就会怎样 说好苦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有些人就会变得很消极 很悲观 有些人就很积极 很积极 就佛教来讲就是你厌礼嘛 对不对 所以光见苦这件事情 在凡夫的这个现象上就可以有不同的展现 但是怎么叫真见苦呢 就是断身见 那断戒取故名修行道 所以于知所知法中无疑 所以这边断身见 叫做真见苦 断戒取叫做修行道 若以政治之所知法 即断即正灭凝聚四弟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都是用自己的知见 来解释一切的所知法 而不是用政治 政治的话是必须用控制 才有办法 所以他这边的政治呢 之所知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就等同于呢 什么时候你可以以政治之所知法 当你断戒灭正的时候 凝聚四弟 故说此三事无疑相 所以这个 还是要说这三个比较圆满一点 虽然说 身见是最殊胜的 说断身见是最殊胜 但是其他的呢 你还是要讲 因为他是不同面相 所以此疑从我道生 疑是从由我 产生的嘛 如今中说呢 初得道相 为见法得法知法打法 度诸以往不随他教 这样叫做出得道相 那这样就是 所谓的这个借敬曲界 其实广义的来讲就是 你不会怎样被外道所能撼动 因为你对佛法这个 有如实的这个知见跟实证的话 你就会很有信心 那你也很能清楚的判断 这个外道的邪见 的成分 所以你就会不随他教 所以余佛法中呢 得无畏力 安住果中 所以你只要有疑 就会有所畏惧 就移动一戏了 当然就是心里会有所畏惧 好 这个是这一品 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一切原品 第191品 何智能一切原 什么样的这个智呢 能够一切原呢 答曰若智 就是怎么样智 这样的智 就是这样的智 行于介入等明一切原 他现在回答 其实他现在就是在界定 一切是什么 你的所原净 可以被什么所寒舍 这样叫做一切 那介入就是跟成嘛 介入就是跟成啊 所以你的这个智 能够原 这个不理什么 跟成 所以你这个智行于跟成 叫做一切原 所以则和 若说诸入 诸戒 物是有诸原 诸成 可知是等 就是一个东西呢 必须要有诸原 诸成 原就是条件 成就是所原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看过那个 陈那 好像我们这一个 这个课一开始我们讲 观所原原论有没有 非常精彩的一部论 很短 但是非常精彩 那里面讲观所原原 什么意思 观所原 所原就是你所原境界 然后第二个原就是条件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一样 这边其实讲的就是所原原 租原就是第二个原 租成就是所原 第一个原 什么意思呢 你要能够认识到这个杯子 的存在 必须要有一个所原 就是这个杯子 除了这个杯子存在 你还需要其他条件 那样叫做第二个原 所以佛教里面有时候讲说 需要九原嘛 比方说需要光线 距离 没有障碍物等等之类的 有没有 这些都是什么 原 所以这个就是观所原原 的第二个原 所以物事呢 你要可知是等 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个物事的话 需要怎样 有所原 也需要有可以 这个原 能所原的什么 能够原所原的条件 才有办法认识到这个物事 所以可知是等 所以我讲说梵文的动词都在什么 最后面嘛 所以你可以把可知是 调到前面 就是你要可以认知 或意识到物事 必须要有什么 朱元朱成 这样理解吧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论啊 或经文看不太懂 你稍微把它调动一下 因为 范文跟德文一样 然后动词都在最后面 就是你要可以认识到这些需要有什么 原跟成 接近诸法 若智能源 明一切圆 所以 这个一切圆呢 就包含要需要什么 朱元朱成 问曰此智不知相应共生的等法 那这样的智 只能够知道你的所缘境 而不能够知道 与这个智或这个意识相应共生的其他法 达曰能知 他说可以的 若圆辱等 辱就是六辱嘛 色身相畏处法 对不对 若圆辱等 世民总相智 所以这个六辱是总相 可以吗 六辱是总相 那当然有别相 光这个设法 你就 你这间教室就有多少别相 所以 所以若圆辱等叫做总相智 总相智故能源一切 那因为这个总相智所以能源一 因为所有一切法都被六辱所寒设嘛 色身相畏处法 但是他这边的一切其实后面还会定义 比方说 这边的一切只是欲界的一切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部分的一切 少分的一切 而不是全分的一切 全分的一切就必须要包含什么 欲界色界 五色界 那个叫做什么 有为 对不对 有有为就有无为 那有为无为都是一切哦 所以这边讲的一切只是什么 少分的一切 他用什么 用六辱来含色一切 他后面会定义这个 所以他们真的是 不派佛教 真的是很哲学 他那个逻辑是变能力很强 所谓者若说十二辱 则更无余法 所以他这边说六辱是圆一切 但是如果你说十二辱的话 就更圆满了 故知此至亦圆自体 什么意思呢 十二辱包含什么 掩耳鼻舌生意对不对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刚刚他其实一开始就破题了 他说什么叫一切圆 叫做根 成 介入就是根成嘛 六根六成 那根成加起来十二辱对不对 都是智所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智也能够圆 这个根 代表怎样 这个智能够怎样 圆字体 理解吗 跟他的这个智也能够圆字体 而不是只有圆什么 他 他者 色胜相贵处法是外在的嘛 所以他能够圆字体 所以十二辱 他能够圆 那我们继续看啊 嗯 对 所以其实他虽然没有七识八识的概念 但是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意涵在 好如果你用 这个 那个为识来讲的话 不是有个字正分吗 字正分还是第六识嘛 对不对 那还有正字正啊 那个就是属于这个 就是智能能够圆字体 好 问曰 经中说二因缘生世 这里的二因缘有好几个解释 我们通常呢 你学为识他跟你讲的二因缘讲的是什么 哪两个因缘 清因缘苏因缘 对你看 光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室 大家都可以讲出不同的二种因缘 所以其实真的佛法没有定法 还有什么 通常学为识里面讲二因缘是什么 庚成和和生世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般来正常的讲是讲庚成 事故不应有自缘至 因为这个是问的人在反驳 所以诚实论他是认为这个是可以什么 自缘 这个是这个不派佛教争论的 一个议题之一 就是这个是到底有没有办法自缘 那诚实论他是肯定的 那这个说一切有不呢 他们就认为没办法自缘 所以他说佛陀明明就讲说 庚成 生世 和和生世 那代表什么 是没有办法自缘 所以又诸至 是无有因缘辟喻 这边听得懂吗 什么叫自缘 你如果用这个眼耳鼻舌声 你还没有办法体会他的自缘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用 眼耳鼻舌声意的话 意根 我讲意根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什么叫这个智可以自缘 智是是嘛对不对 是自缘是的意思 那我们讲说这个眼耳鼻舌声意 意根 为世论成熟的时候才有第七识 第八识对不对 所以余且实地论通常讲意根 我们会讲最经典的代表余且实地论 它里面定义意根是什么 第七跟第八 为什么 因为七识跟八识就是怎样 恒共生 恒共生 他们一定要共生的 只要你在染地 染污 染污地的话一定是要共生 所以余且实地论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意根呢 他解释的大概两三行 他先跟你讲说是这个第七识 但是第七识要恒这样 他存在就是恒醒思量第八识为我嘛 所以他一定是跟八识同时产生 所以他就想说意根 什么是根 嗯 就是你的意识 你的这个眼耳鼻舌声音要能产生作用的 这个所依嘛 叫做根 知道吗 所以你的眼识必须依于眼根嘛 所以叫做根啦 你要依于所依的那个东西叫根本的一个存在 所以叫根 那你的意识要能够产生作用必须要依于意根 那意识第六意识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为识系统成熟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 你的意识要能够产生作用必须依于意根 那意根是第七识跟第八识 也就是说 你的第六识必须依于第七识跟第八识才会有作用 但是问题是不派佛教只有讲到六识 那他的意根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讲过了 讲了 应该不止一遍吧 一两遍有了 我讲这样就是有超过的意思 超过两遍 他的意根是什么 那不派佛教的意根所指的就是什么 前一念 前一念的意识嘛 你后一念的这一念意识必须要依于前一念的意识 所以他的意根就是指前一念 所以陈时针才会讲说什么 是可以自圆 他不是说圆跟成吗 所以你的第六意识 这个必须也可以自圆什么 意根 那那个意根就是前一念的意识 所以是可以自圆什么 是 那个是可以自圆是 的第二个是是指前一个念头 前一个差弄的意识 可以吗 所以这边在讲这个 听不懂我可以再讲一遍 可以吗 理解吧 对因为不派佛教他们只有讲到六事 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回应意根这个问题 所以不派佛教他们只能讲说 那那个意根就代表是前一个念头 下一个念头必须依于前一个念头 你不依于前一个念头 你没办法思维 你没办法讲话 因为都是要相许的 有一贯性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只要是语言文字 他就是有办法 想办法把它解决 所以不派佛教他们 就做出这样的回应 因为他们毕竟那个时候只有六事 好所以 二因缘生世世故不应有这个字 因缘生世 此事不定 等一下 跳了一行 二因缘生世世故不应有自缘智 那么又诸智呢 吾有因缘辟喻能缘字体 这个就是因缘啊 因缘啊 那个中呢 中就是命题 这边的命题就是什么 智原字体 对不对 这边的智比较偏向是 就是意识能够怎样 智原 能够原字体 这个命题 然后必须要有因 因就是怎样 让这个命题成立的原因 因 然后还有什么 欲 所以英明讲过有什么 中、因、欲 三支嘛 有听过吗 中、因、欲 所以这边的命题就是呢 智能、智原 那因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 那还有欲 欲其实也是一种因 他用辟欲来 这个当成这个命题 能够成立正成的一个理由 那辟欲很重要啊 因为通常辟欲都是用什么 辟欲都是用你经验的道德 你日常生活经验的道德 来做辟欲 因为辟欲就是要帮助你了解抽象的命题啊 所以一定是要用你经验的道德 所以这个问的人他就说 没有啊 没有那个可以自圆的啊 因为没有听说有这样的辟欲啊 那我们听到的是没办法自圆啊 所以我们的辟欲是说呢 指端不能自触 对不对 你的指端摸不到自己的指端嘛 那眼不能自见 你也看不到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因为佛陀就讲恶因缘嘛 对不对 但是你要真的了解佛陀 为什么讲恶因缘呢 所以这个论主他其实是有真实了解 佛陀讲经说法的因缘 因缘法的根本的精神 所以他说达越欲 因缘生事此事不定 为什么 因为呢 也有一种什么 无缘生智的存在 你这个哦 我现在给你提供你两个答案 什么叫做无缘生智 因为他后面没有讲啊 通常他讲说 亦有无缘生智 对不对 通常一般他就跟你讲说 什么样叫做无缘生智 他后面没解释什么叫无缘生智 就是不需要缘也可以产生智 好那 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两个答案 一个就是什么 什么叫做无缘生 什么样的智 可以这个无缘 好 第一个就是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就是 但是这是大圣啊 平等性智就是他分别 什么叫做平等 平等就是没有智他的分别 你如果没有智他的分别 就没有他则可缘嘛 这样理解吗 这样理解吗 所以什么叫做无缘大词 无缘大词的那个缘就是 平 蛤 我们一般有时候会解释是条件 对不对 但是他那无缘解释是比较接近 平等性智 就是你没有自他分别的那种慈悲 那个叫大词 平等性智没有自他的分别 对 就是无自他分别的那样子的慈悲心 好 其实陈时论前面有讲过啊 其实陈时论他讲的其实蛮详细的 我们一般来讲学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对不对 一样啊 就是 自他一体嘛 对啊 所以前面的无缘大词跟同体大悲 其实讲的都是平等性智啊 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意义 你如果没有平等性智如何同体 没有自他分别就是一体嘛 同体啊 什么东西非一不二 你那个是讲 那个非一非意嘛 你那个是另外的论意啊 你如果要想那个议题的话 你要另外想 那现在先讲这个 这个无缘生智的种类 这非一你在这边也可以解释啊 非一怎么解释 你要实现无缘大词同体大悲 在现象上 在现象上 你还是有什么 你慈悲心要展现还是要有一个自他的区别 才有办法 在现象上 在事项上 整现那个离体嘛 那个离体是 无缘跟同体的 对不对 那个叫做什么 非一 因为还是有自他 但是那个是在事项上 那非意就是刚刚在讲的嘛 不意 因为是平等 平等性智 是同体的 其实哦 你可以讲 这个是离体也可以讲事项啊 事项上就是 你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平等性智的这个离体 然后你在实践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心 无自他分别的去实现慈悲啊 所以不一定讲说是离体上啊 那当然 这个就一般 对一般众生而言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嘛 所以才会讲说是离体 但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代表怎样 有可以实践的可能性嘛 就是在事项上如何可以实践 无言大词同体踏背 常常这要是佛菩萨的境界嘛 那但是 你要这样想的话 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一个目标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非 非一 非意 讲完了 所以 你不能只有提问题 你也要试着回答 所以都可以 都可以回答的 就是说你要用什么角度来切入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叫做无缘生智 可以吗 为什么无缘 因为怎样 自他一体 无他者可原 第二个呢 在转世论里面有 第二种解释 所以有 有时候 这是开放性的 你搞不好以后会找到第三种 第四种无缘生智的解释 那因为论主没有解释 所以我们就设法找一些答案 你再看 转世论的第一 我们等一下会整部论一起读啦 但是 回答这边我们先 看第三页 第三页的 若智者不更 原始 近二 不显示 二 四 六 八 九 倒数第九行 倒数第九行 第三页 有没有 看到了吗 所以他这边讲说 智者呢 更不原始 近 二不显现 那二不显现指的是什么 近跟是 都不显现 所以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 这个无缘生智 有 这种无缘生智指的就是什么 入为是 入为是 这样的智慧是你不原 不原近 然后也什么 不原始 他因为脉络很长 所以我先跟大家解释 这第二个解释 在这个转世论里面 那我们现在来看转世论 今天不知道讲得完吗 看一下 我们大概 做一个这个很简单的解释 好 转世论 这一部论只要 你是从就为是的立场出发的的话 都会看这一部论 好 世转有二种 转通常 什么意思 生的意思 知道吗 转生的意思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翻成转 我现在只能讲到 想到一种 可能性的转 因为我们只要一生 你只要 不管是物质性的 通常物质性的东西 比较可以容易观察 物质性的东西的 这个一生成 它的运动方向就是顺时钟 这样回转 这个在定中可以看到 它是顺时钟回转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解释说 这个转 为什么翻成生 因为只要有生 它就会有这个 运转的动作 所以 我们人一辈子 或者是 有违法 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运动 所以叫做转 我只能这样解释 好 再来 所以 转呢 是会转变成两种 形式的存在 一种是转为众生 另外一种转为法 好 那一切所缘呢 你现在想嘛 你的一切 你看 这边的一切 又跟这个 诚实论的一切不一样 对不对 诚实论一切是介入跟成嘛 对不对 那这个 转世论的一切所缘呢 是 众生跟法 这我们比较能够理解 对不对 你所缘的一切就是众生或法 就是有情无情嘛 这个就是你所缘的一切 但是怎样 此二十五 就是不论是众生或是一切法 其实都是怎样 都是五的 都是空性的 但是呢 事转做二相貌也 就是为事所变现的意思 一切都是事转变的 事明能源有三种 所以接下来呢 刚刚讲所缘 对不对 一开始讲所缘嘛 所缘就是众生跟法 对不对 接下来讲能源 能源有三种 一个叫做果报事 就是阿赖也事 第二叫做直事 叫做什么 阿陀那事 第三叫做成事 成事是前六事喔 不止第六事喔 所以他讲集事六事 这样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旧为事 学者跟新为事 学家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对阿陀那事的解读 旧为事家认为阿陀那事 是第七事 这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在解生秘经 里面的确有讲说 阿陀那事他的作用就是直取 直取啊 那通常我们学习就是直取是第七事的作用 第八事就是客 就是客观的嘛 就是一个就是 完全没有作用的 一个背景的存在 所以旧为事家这样解释 我们也是可以 但是你看解生秘经 他又讲得很暧昧 因为有时候会像第八事 那你只能理解我刚刚讲就是第七事跟第八事 本来就是怎样 这个横共生的 除非你能够降服第七事 后面我们来看 那么果报事者呢 为烦恼业所隐 过敏果报 那为什么阿赖也是第八事要叫做这个果报事呢 因为呢是被这个烦恼业所隐 那也叫做本事 一切有违法种子所依止 所以这边的这个一切有违法的种子 都依止于第八一事 也叫做什么 宅室 就好像一个仓库 一个房子一样 你的所有累结的所有的一切种子 一切有违法的种子 全部都储存在第八一事当中 一切种子之所稀处 一名藏室 一切种子隐伏之处 大家一种子都藏在里面了 那么问此事何相何境 那这个这一事第八一事的这个相境是什么呢 答相及境不可分别 一体无异 所以在第八一事上面呢 他的这个相境是一体无异的 也就是说他的本来面貌其实是怎样 没有相跟境的区别 在八四上没有什么相跟境的区别 那问若而云何之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知道这个有的存在呢 答由事故之有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第八一事太维系了 你要知道第八一事必须要有在事项上面 在事项上面去推论 那个叫做笔量 笔量之 那当然众生是从笔量得之 或者是从什么 圣言量得之 理解吗 我们就是看经才知道 或者是你来上佛法课你才知道有第八事嘛 但是这些圣者或者是佛菩萨他是靠什么 靠正知 靠正知啊 那我们就是靠这个笔量跟圣言量之 那他这边呢 因为他在写论文 他必须要用什么 用笔量来显现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这么维系的第八事的存在呢 就是在事项上面 只有此事 推论只有这样的意识的存在 因为你从六事很难去解释啊 就算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布派佛教的 很大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于他只有六事 所以他把意根解为前一念 算是safe safe 但是他如何解释 就是 一直轮回 这个问题 所以在布派佛教里面的精量布 他已经出现种子这个概念 但是他还没有第七事跟第八事 他只有出现种子 所以一般的这个佛学的研究者 就认为这个 维系 有受到这个精量布的影响 因为他已经有种子这个概念了 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第七事跟第八事 但是他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 很难啊 就是你要解决这个轮回 还有为什么你这次会是这样 为什么面对这个的问题 有一个难度 还有那个轮回的主体的问题 好 还有你这辈子跟下辈子跟下下辈子 如何维持你的人格的一致性 你听得懂吗 你如果你有为世来讲说 就是全部都属存在八事的种子里面 累结都存在八事的种子里面 那个都还是你没有变 都还是你 对不对 这辈子上辈子 你不能说那是上辈子的我做的事情不干我的事 对不对 是这样 但是布派佛教他如果用第六一事来解释的话 他怎么讲 因为你都已经忘记了嘛 你这辈子的第六事早就已经 忘记你上辈子的第六事做什么事 所以他那个人格的统一性 很难去证明 所以这是他的困难度 所以还是要有第六事 还是要有第八事比较容易解释 所以他就是用推论的 他这边用推论推给你看 如果你用布派佛教只有第六事的话 就很难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论主呢 他用这个比量的方式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有第八事的存在 因为呢此事能生一切烦恼业果报事 比方说无名 无名的种子 储存在八事当中 如果你没有第八事 这个无名要储存在哪边 类似这样 那当其此无名呢 相继可分别否 那无名升起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有相敬的分别 若可分别非为无名 若不可分别 则因非有 那如果相敬不可分别 如果相敬可以分别 也就不叫无名嘛 因为你可分别啊 理解吗 他这边的意思 因为你可以分别相敬 代表你清清楚楚嘛 那样这样就不是无名啊 但是如果不可分别的话 则因非有 则因非有 而是 是有非无 亦有有 欲称等是 知有无名 那到底有没有无名呢 你从现象界 来看比较粗的这个欲称 然后你就可以比量 推论知道什么 有细的无名的存在 这边他讲他利用的都是比量 什么叫做比量 就是说你走在山上看到烟 你就知道有火 这样叫比量 所以你 无名那么维系 怎么知道他的存在 你要怎么推 推知他的存在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现象界里面的众生展现 有什么有欲跟存 这种粗的烦恼 然后你就知道什么 有这种无名 细的烦恼的存在 那本事一耳 相敬无差别 所以这个在 这个本事 原本是怎样 相敬是无差别的 但有事故 知其有也 就是在事项上面 这个推知 有这个第八世的存在 那么 具有八种意 为一指处 那么 据九世一品说 据如九世一品说 所以他们讲九世 第九世 阿摩罗世吧 亲近世阿摩罗世 那么这个 又与五种心法相应 所以你的第八世 也跟五种心法相应 就是五种片行星所相应 触 坐意 受 思想 所以你要知道八世都跟五片行星所相应 但是 跟八世跟第八世相应的片行星所是比较维系的 那一世往下跟六世相应的 这个片行星所就比较什么 粗 可以知道吧 所以这个八世呢 他也有这五种心法相应 相应共生 就是你只要一世一起 这五种心所就怎样 就会同步产生 那么以根层式三世和合生处 他现在开始解释 这五种片行星所的内容 什么叫做处呢 就是根层式三世和合 叫做处 你先知道他的定义就好了 那么心恒动行 名为坐意 就是为什么你的心呢 会不断的这个运动呢 心不断的运动叫做什么 坐意 其实坐意就是你的注意力 他等一下会解释他比喻的非常好 就是心跟那个坐意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这个运动的关系呢 等一下会提到 瘦呢 但是舍瘦 所以第八世 第八世的这个五片行星所的瘦 只有什么 只有舍瘦 瘦明明有苦瘦乐瘦 不苦不乐瘦 不苦不乐瘦 对不对 第八世的这个瘦 只有舍瘦 思维愁良可行不可行 这是思 令心承邪承正 你为思维 这是思第四种 那开始解释呢 坐意如马行 思维如骑者 他这边就这个解释 你的这个坐意 就好像马 思维呢是骑者 所以心才会很动啊 因为马一直动嘛 对不对 但是马去到哪里是谁决定 思维喔 可以吗 就是 你的心起心动念啊 然后思维相应生起 说你要走到摄影机那边 对不对 所以你的注意力就到摄影机那边 马往那边走对不对 那你的骑者当然就是 跟着怎样到摄影机那边 但是马为什么往那个方向 是因为你的心起心动念往那个方向 好所以 作意如马行思维如骑者 马但执行不能避救是非 好 马呢只能执行 他不会这个判断是非 作意他没有办法判断啊 那骑者故令其离非救世 能够判断的是思维 也就是你的心啊 他这边分的更细 他把因为思维是骗行心所嘛 但是他这边把他解释成这个 比较偏向心的意思 思维 好我们继续看 那思维一耳呢 人令作意离慢行也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注意力很散漫 好 那你就要提起正念 就是思维的作用 此事即心法 但是自心无忌 就是第八事 以及第八事的心所法 是怎样 无忌 非善非恶叫无忌 可以吗 所以第八事 他是无善非善非恶的 好 那么念念横流 如水流浪 好 我们这个意识的运作就好像 这个水的流动一样 好 那这个水是本体对不对 上面会有什么 波浪吧 好 那这个本事就是第八事 就好像这个本体的这个河流 那这个波浪是什么 五法 是指前五事 可以吗 所以呢本事如流 五法如浪 那乃至得罗汉果 当你 正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此流浪法 亦犹未灭 所以当你正到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八事跟五事 还没有怎样 稳定 所以你 这个正到阿罗汉果的时候 讲安全一点 就是奖府第六事 对不对 有的会讲到第七事 但是 第五事跟第八事 还是继续流浪 所以你看六组弹器里面讲 这个五八六七果还阴嘛 对不对 所以五八是一组哦 六七是一组哦 配对上是这样 那在变动 在整个生成的过程也是这样 五八是阴 六七是果 那你修行回去的时候 变成这样 果还阴 从六七事修回去啊 所以一开始是先强服 第六事 第七事 五八到阿罗汉果的时候 还是怎样 他的这个现象还是存在 所以你要知道五八事 是比较维系的 叫世民第一事 所以我们讲到目前为止 讲的 讲的都是第八事 好 那下面开始讲第二十事 一元此事 有第二十事 此事指的是什么 我有时候还是要停下来 让你们想一下 因为你们这样听听听听听 太顺以为知道 但是 其实 这叫你讲一遍 你也讲不出来 此事指的是什么 一元此事有第二十事 有第二十事 对 这个此事就是本事 第八事 有第二执事 所以第二执事 就是第七事 第七事 必须要一元 第八事 那此事 那此事 以执着为体 与似或相应 所以 第七事呢 的体 的本体 或是他的体性 就是怎样 执着 所以你才会常常 很熟悉 叫做 狠醒思良 第八事为我 那就是 执着啊 执着 所以第七事 所以第七事 他的这个作用 就是执着 所以才会讲说 他打破七事 其实就是要打破 什么 执着啊 那么他 很与这个 似或相应 所以第七事呢 他就一直带着 四个小弟 而且怎样 如影随形 那这四个小弟呢 叫做 吴明 我见 我慢 我爱 很精彩喔 这个第七事 他呢 除了狠醒思量 巴士为我之外呢 他呢 身边永远就跟着 这四个小弟 叫做 吴明 我见 我慢 我爱 那么此事名 有父 无忌 所以第七事 他也是无忌喔 但是他有父 就是还是有烦恼性 染性 有染啊 有染 就是有父 所以你要知道第八事 他的 这个 本来是 没有染性的 但是因为第七事 他怎样 有父 就是他有染性 所以第七事 他也是没有善恶的 那你就知道有善恶的 有善恶分别是第六事 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 把他认作主人的 这个第六事 下面 为什么要讲这 讲这一部论 因为他一讲 你就整个为事思想 你就大概就知道了 但是他很短 你看三页而已 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 那一有五种心相应 明智同前 这在讲什么 一有五种心法相应 明智同前 哪五种 嗯 对 所以你要知道 片行 心所 是怎样 八事都片行 所以第七事他一样 怎样 有这五种法相应 但是怎样 前 细 此 出 也就是说呢 跟第八事相应的 五种心所法 比较细 虽然名字都一样 所以我们能量 你从这个 从无到有 从空性这样 演变出来 也就是怎样 从细演变到粗 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八事的 跟他相应的 五种心 这个心所法比较细 那么此事及相应法呢 至罗汉位 究竟灭尽 所以在《转世论》里面讲 第七事 跟 与第七事相应的 变形性所法 当你正得阿罗汉位的时候 就究竟灭尽 也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打破七事我直呢 阿罗汉位的时候 那么 即入无心定 一劫灭尽 他不是 这个 灭尽 只是这个短暂的 这个 那叫什么 调幅而已 这个文字要稍微留意一下 若见地害烦恼事及心法 得出世道十六行 究竟灭尽 余禅未尽 但属思维 所以我们讲这个 得出世道十六行 十六星的时候呢 这个剩下什么 思维 就是 就是片行性所里面剩下思维啦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五片片行性所谁最喜啊 可以吗 我们现在在做的也是比量喔 也是用推论的喔 好 再来 这样叫第二试 第三诚是 试转 四诚 所以第六试很忙喔 第六试呢 他对外 把第八试 转做什么 四成 所以 这个维世论他很有趣 他从前面都会加个四 四就很像 但是其实不是 对不对 所以用四 所以第六试呢 他向外抓取 第八试的向分 为什么 外乘 向内呢 只取 无取运为我 所以六试很忙 那么 更成六种试 转四成 那接下来呢 就分成六种 炎耳鼻舌生意 使这六种试分别转四成 以如前说 体通三性 所以他呢 就不是只有无忌性 他有善恶无忌 善恶无忌 但此为最初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 前六试呢 他 跟十种新锁法相应 这十种里面包含 前面五种片形新锁 对不对 那此为最初 最初是跟谁比 跟第七第八试比 跟第七第八试比 与前六试相应的 五种片形新锁 是最初的 那 他說他有十种新法相应 对不对 除了这五种之外呢 還有後五 叫慾 了 念 定 慧 這個後面我們就不講了 這些都是新鎖法很多啦 善 善法 這個自信善 翻為十 自信惡 所以有大禍 十種 這我們就不講了 小禍 有惡種 作義騙行 不騙行 倒數第二行 五世呢 你如果你有去 讀這個成為式論 每一個新竹他都跟你解釋 但是我們是成直論不是成為式論 所以我們就 不一一解釋了 我們就這個看 重點 重點的把他爬數一下 倒數第二行 五世與第六意識及本世之事 於此三根中 隨因緣 這三根指的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根是所依喔 對不對 所依 那你就知道五世他必須依於什麼 你第六意識要升級必須依於第七事第八事對不對 前五世你要產生作用在性向界上產生作用他要三一三種事 第六事第七事第八事 可以吧 所以這邊是三根 所以你的 對 所以你的前五世要升級必須要依於就是他產生作用 必須要依於 六七八 其實主要是依於第六根 但是 第六根依於第七第八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六七八一起講 好 那麼或時聚齊或次第齊 所以 這個前五世呢 可能聚齊也可能次第齊 那他的 這個運作方式是以坐翼為因 剛剛講坐翼是馬對不對 所以 這個前五世呢 他要運作呢 必須要以坐翼為因 以外城為源 那五世才有辦法升起 他這裡講很細喔 我講現象界就是這樣 我剛剛 起心動念 想說我的隨身跌呢 對不對 那我的座翼就會開始怎樣 早 那我的座翼看到在桌上 座翼停的在那邊了對不對 就是以坐翼為因 然後所以怎樣 掩飾怎樣 過去 聽得懂嗎 過去隨身跌的地方 那以什麼外城為源 就是以那個隨身跌為源 怎樣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 你掩飾 要運作的方式就是以坐翼為因 那他的 以剛才講的是思維是騎者嘛 所以你事先起心動念 我的隨身跌呢 思維是騎者 然後馬先過去對不對 馬就開始找 找到的時候你的掩飾怎樣 也跟著過去 其實差不多時間 其實差不多時間啦 那因為他是騙行嘛 騙行代表怎樣 巨生 同步生起 可以吧 所以基本上就跟著 跟著一起過去的啦 所以他這邊雖然講思維是騎者 其實你的心你的意識也是騎者 為什麼 我們現在比量喔 其實我們一般學的都是心 不是思維但是他這邊 轉世論他用思維是騎者 我們還是可以解釋 你要怎麼解釋 我們一般講騎者 你在阿罕經裡面講騎者 講的都是你的心啊 對不對 國外有一個 這個作家 他用佛教的 這個理論來講信 信服論 就是正向心理學的有沒有 他用佛教的理論啊 就是 心是騎者 但是他不是用馬 他用大象 大象是作義 類似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解釋他這邊雖然講說 思維是騎者我們還是可以解釋 我剛才已經講啦 因為 片行心所 是跟你的意識怎樣 聚生 同時生起啊 同時生起 所以你的思維是騎者騎士他就綁著什麼 你的心嘛 你的意識嘛 所以心跟心所 同時生起 你的只有聘行心所跟心嘛 所以你 這個騎者其實不只思維還包含你的心 所以我們剛剛那樣講 我講思維 思維說我的 隨身點就開始找對不對 作義 如馬其實 時間差都差不多啦 開始找 但是先過去的是 什麼 騎者是 那個馬是什麼 作義 找到的時候作義就停在那邊你的意識就會跟得過去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 差別 所以你看到之後你的第六四才分 那個好像是我的隨身碟 可以吧大致上就是這樣我們的意識 起那個念頭是 是心 不是作義是注意力 對 心是心王 作義是心所 所以你有時候會 心不在焉 有沒有 心不在焉的就是 因為你的 起心動念在別的地方 所以你注意力沒辦法集中 你的注意力要集中 還是必須要靠你的心指揮嘛 然後你的作義就是你的注意力才過去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感覺是沒有時間差 但其實它是有一點時間差的 你要用時間差的解釋 其實你 看那個心法很維繫 如果你在 比較維繫的狀態下看 會是什麼 其實我這之前有講過 很像你在水池裡面餵魚有沒有 我講過吧 就是你灑魚耳灑魚耳灑過去有沒有 蛤 然後 魚耳是什麼 蛤 魚會過去吃嗎 這樣講其實更清楚 你灑了那個魚耳 你是心啊 魚耳是什麼 那個作義 然後 魚耳是思維 魚過去吃是什麼 作義 所以它是有時間差的 它實際上是有時間差 對你起心動念 要去那邊 是你的心 下的指令 所以你灑的魚耳有沒有 是心灑嘛 對不對 然後 魚會過去嘛 魚是作義啦 我們講簡單一點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 不要再 跟這邊一樣 把思維帶進來 所以你 心灑了魚耳過去之後 怎樣 魚過去 魚就是什麼 作義 那你的心會跟著作義一起去 怎樣 對啊因為我們的意識運作本來就是 所以你看喔 你看那些科學家 其實從 幾千年前 那些科學家就在研究 就是光有沒有速度 光速 他們就是在兩個山頭那邊 散彈然後在那邊研究 光有沒有速度 然後在研究這個最小 這個粒子或什麼的 那個速度 光速啊 粒子的速度 其實這些速度 這都還是 有代詞 就是有質量性的速度 都比不上你念頭的速度 所以那個是很微細的 你念頭速度喔 那是非常微細的 啊所以 為什麼 法相中 這是 法相中是中國的 為什麼微視思想 你一定還是要去接觸 就是因為他把 這種微細的東西 講得這麼具體 但是也沒幾個像我講得那麼具體 所以 他們講作意 他就跟你解釋是注意力 沒了 就這樣 所以你學法相中 通常學到會變成 就是 各自的個體名相 但是 彼此之間如何串連運作 那比較難解釋 因為那是比較微細的東西 好 所以呢 故事得起 作意為因外乘為原 事得起 所以你的意識要運作還是必須要靠這個作意跟外乘 然後 所以你看 剛剛 在陳詩論講的惡因緣生事 這惡因緣還可以是什麼 作意跟外乘 所以這惡因緣好幾種惡因緣 所以呢 若先作意呢 欲取色生惡成 那麼後者 所以你看你要先作意呀 你要 取什麼 那你的事才會過去 後者 言而惡事 一時俱起 二等二乘 所以通常都是你先 你先起心動念 先起心動念然後作意 就會跟著馬上 一起過去 若作意欲至某處看色聽聲取香 後意一時三世俱起得三乘 乃是一時俱起五事俱起一耳 所以就看你起心動念 要取 要取幾成 或前後次第而起 為起一事 但得一成 皆所謂 皆所謂因緣 所以有可能是 先怎樣 先取一成 也是有可能 事故不同 如是七世 與 阿里耶世中 竟相應起 所以這個七世跟 這個阿里耶世怎樣 相應 相應而起 但是你要看他加一個中字 所以你要知道這七世其實都含藏在八世當中 有沒有 所以那個用字 很精準 七世是在 阿里耶世中 竟相應起 所以你的這個思想概念你可以把阿里耶世當成一個背景的存在 如仲相 隱聚 現鏡中 就好像 這個 所有的影像 影子 全部一起 都陷在鏡子當中 一如仲浪 同極於水 所以七世如浪 那這個 阿里耶世 是水 剛剛是要比喻 這個 粗細的差別 所以跟你講說 五 這個八世是 流 五世是浪 對不對 這邊要把全部的八世做解釋就跟你講說 阿里耶世是 流 前七世都是什麼 如浪 那麼問此意識 雲何處不起 達離 無想定 及 無想天 就是第六意識什麼時候不齊啊有這六種狀況啦 那麼熟眠 無夢 無夢 醉 悶絕 心暫時 你只要 那 肯定的來講 這是這六種狀況是怎樣 六世會暫時停止啊 你入 無想定 或者是你在無想天 或者是你睡眠很熟 而且怎樣沒有做夢 代表做夢的時候第六意識還是在運作的 或是 或是這個 或是這個 喝醉 第六意識 這個 shut down 的時候 悶絕 對 心暫時 心暫時 離開這六種 就除了這六種之外 你的第六意識怎樣 很處 餘處很有 就你的第六意識呢 不斷的在運作 所以其實 意識也是很耗能量的 所以 為什麼讀書會累 因為就是 意識一直在運作啊 很耗能量 所以如此呢 視轉不離二義 所以這樣 現在又是另外一個段落 他跟你講說呢 你的視呢 轉身呢 要有兩種 兩種意義 視他會轉身成能分別跟所分別 一切 涵蓋在什麼 視裡面 所以他的這個 為視第一層含義就是怎樣 為視無盡 因為能分別所分別都是視轉變出來的 對不對 但是他不講這樣是為視義喔 他會講說什麼 盡無視也無 那個才叫做為視義 你們如果學為視會探討到 有些人他會倡導什麼 為視 無盡 但真正的為視義 他這一篇論文有講到就是怎樣 視無盡也無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後禮拜來繼續講 好啦 下課啦 我們先講到這裡 看見了 alia 先講到這裡 再見 這是 那兒 現在